这只脚马刚挣脱泥潭 就被狮子拦住去路 脚马试图反击 却被狮子趁机咬住脊椎 剧烈的疼痛让脚马直接踉跄倒地 狮子见状顺势所候 不出意外脚马的结局自然凶多吉少 而这只脚马只是狮子猎杀的开始 草原的旱迹使得河流水位降低 甚至经常会变成眼前这般模样 泥潭几乎是所有蹄类动物的恶魔 这也是众多掠食者捕猎的大好时机 狮子就是其中之一 这只狮子并不满足之前的猎杀 它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狮子很快筹准了一只泥族身陷的脚马 悲剧的脚马连后腿都没能抽出 只能眼睁睁地被狮子所候 渐渐的脚马已然没了动静 北泥潭束缚的脚马被狮子轻松猎杀 毫无反抗之力 而狮子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狮子慢慢走向其他脚马 这些脚马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大概就是动物的杀过的行为吧 脚马群身陷泥潭 被狮子轻松捕杀 但狮子捕杀同样处境的犀牛时 却发生了意外 这只身陷泥潭的犀牛 很快便被附近的狮子发现 狮子见机迅速靠近被困的犀牛 但面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狮子一时间竟有些犹豫 他在原地来回徘徊 却怎么都不敢欺身上前 犀牛对于狮子的到来并没有显得过度恐慌 他还在拼命挣脱脚下的泥潭 此时第二只狮子也冲冲赶来 这是一只亚成年雄狮 只见他小心地谨慎地慢慢贴近犀牛 不停地变换方位 看样子是想要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当第三只狮子加入战场后 犀牛的动作并没有过多慌乱 他稍稍暂停挣扎 把目光聚集在三只狮子身上 犀牛的生活区域从不脱离水源 为了保持身体凉爽和驱赶皮肤上的寄生虫 犀牛会常在泥水中打滚 犀牛体长2.2到4.5米 体重可达2800到3000公斤 它们的神经很敏感 稍受刺激就会攻击任何目标 三只狮子深思熟虑后 终于鼓起勇气向犀牛发起攻击 然而为时已晚 犀牛此时已经摆脱了泥水的束缚 如是重负的犀牛直接对群狮发起反击 三只狮子分散开来把犀牛团团包围 或许是压抑了太久的缘故 犀牛不仅不迅速逃离 还不停地嘲讽周围的狮子 犀牛在追击其中一只狮子的同时 身后的狮子趁机扑到犀牛身后却无从下嘴 暴躁的犀牛也不管不顾地歹谁追谁 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气势一时间让狮子们乱了阵脚 犀牛见狮子不敢靠近 而自己又无法实打实地攻击到他们 随后就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犀牛全身披一铠甲式的厚皮 再加之自己硕大的体型和吨位 这使得犀牛除了幼崽时期几乎没有天敌 它甚至还能和大象站得有来有回 但因为犀牛角的经济价值 让怀必其罪的犀牛不断遭到人类的裂伤 我国最后一只野生犀牛也于1972年灭绝 这个蓝色的星球需要文明 但需要不只是人类文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